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握住 抓紧 然后呢 你像在锯这条毛钉线或者是木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借助这种三角尺 换一条线 那么我们这个锯就可以按照这条线去锯下来 或者45度 或者是什么一个45度的角度 首先 我没想到 把它在前面先开个小口 只要有一小口了以后便于稳住你的锯 它不容易滑动了 同时你要注意一下这条锯线和你的下边这条线是在一条线上 然后是要轻轻地拉动 来 再靠锯这个锯子是靠这个锯齿的摩擦前后推动 来 切割这个木料的 看 在锯的时候要尽量注意保持手臂和这条锯 还要包这条线 这条线上 我呢 是现场的操作台上做的 正常的在锯这个东西呢 是放在一个稳固的平台 用脚踩住它 两点支撑 两点固定 然后把它能锯断 实际上呢 这个呢 只要不需要用很大的力气 只要轻轻地这个拉动 就能很轻松地把它锯掉 很轻松 在锯的过程当中 尽量着这个手不要左右抖动 不要这个样子 垂直方向 前后拉动 这样它的锯口才能保重 是一个垂直的角度 锯口也不会出现一个偏差